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芒果台在综艺方面的成就,确实要高于有台 这一点无可置疑,乘风破浪披荆斩棘生生不息美好年华严习社 他们已经是多赛道遍地开花,另一边仍然在吃好声音奔跑吧极限挑战的老本 高处不胜寒,想要保持对竞争对手的优势,就必须不断去推陈出新 当快乐大本营进入瓶颈期后,果断地对他进行改版 全新的你好星期六经过短暂的震痛期,观众适应后,播出量节节高 近两个月单期播放已经上升到1.5到1.8一次,几乎是老板的一倍 近期,天天向上也迎来大改版,究竟他将以什么样的新电幕问世,我非常好奇 情怀不能当饭吃,有时候他会拖累前进的步伐,有时候他又可以换回真金白银 乘风破浪披荆斩棘主打的就是情怀,总共做了5季节目,近150位艺人参与其中 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双赢局面,每期节目正骗平均3亿多的播放量 平台赚得盆满播营,艺人收获流量满满 王心灵,吞赛今年迎来事业的第二春,人嫌奇,苏友鹏也正在跨代圈粉 我一个朋友的女儿,十几岁,王俊凯的粉丝,看过披荆斩棘二后 被他那份认真负责的态度给征服了,变成了苏友鹏女孩 现在开始听90年代小虎队的歌了 匪夷所思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上个月乘风破浪似你要嘉宾名单就上过热搜 这个月再一次登上热搜,两个月的时间,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版本 直接把我给整糊涂了,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第一个版本被传出的时间是在八月份中旬 乘风破浪三收官之后不久 第四季你要名单就出现了,看似不合常理,但逻辑是清晰的 娱乐限制越来越严格,说不定什么时候节目就突然被叫停 这么一大盘肥肉,如果不趁热多吃几口,被撤盘后岂不可惜 以我的推断,乘风破浪似不会等到明年 极有可能在今年寒假就会开播 在第一版中,好声音2022的两位导师都在其中 李文,梁静如的资历最深 如果吴梦之能将他俩邀请到 那C位基本上就是二选一的局面了 邱慈炫,刘涛,刘亚瑟是我非常期待的 李小璐会让节目充满话题 芒果台自家选出来的秀一定会有 这一版选了刘希君和潘晨 我们接触看9月份的第二版 有期未跟上一版保持一致 李文仍然在列 梁静如换成了蔡剑芽 刘美涵提掉刘希君 整体嘎位有所下降 新加入名单的唐一新 韩雪 玛丽是不小的惊喜 节目已经做了5G 观众的口味明显已经调高了 调食在所难免 看看二哥那边 任贤奇 苏友鹏 郑军 潘伟博 吴克群 星光异议 是怎样的一套神仙阵容 如果四姐用这第二套方案 会让观众觉得过于平庸 索然无趣 10月的第三版已经出炉 迅速登上热搜 直接引爆了话题 因为这份名单的大咖含量太高了 三个版本中都有李文 我认为 扣扣基本是被锁定了 虽眼姿和郑秀文太奢侈 两个最好一起打包 但一个也是完全可以接受 玄秀组少不了好声音 袁亚维的名字同样出现了三次 大概率是他了 快女也必须有 我希望是刘希君 刘亚瑟是英皇艺人 霍文西每年都在向节目输送艺人 半个关系户 应该也没跑了 TVB和选美的标签也不能少 钟家新陈法拉可以完美匹配 即便请不到刘亦菲 汤维 也会有同级别的大话代替 节目的形式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艺人所接受 当请人不再是难题时 不请大咖请小嘎 既不符合芒果台的风格 也不符合逻辑 观众的眼光高了 该位就得网上提 高投入高产出 平台比谁都懂 如果你问我 哪一版更靠谱 我倾向于第三版 因为它是最符合逻辑的 你觉得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